第233集 新皇帝的吉把火 宇文凯也是性情中人 他搞了一辈子的建筑 有此机会 哪有不想一盏才华 一事伸手的呢 此禁院在宫城的西北渝 宇文凯因之将它定名为西院 西院动工之后 杨素把宇文凯的营建方案 禀报了皇上 龙岩为之大悦 并兴之所致 大笔一挥 说要娶十六位天下最美的嘉力 入住西院之中 杨素见此批复 大喜过望 令父坚杨达率人赴江南 采购齐花一时 以装点西院的各处景致 宇文凯则更是尽心尽意 施展其能 它首先在南边的低洼处 开洼了一个深达树杖 方云十余里的人工湖泊 并在湖上堆起了 蓬莱 盈州 方丈 三座气象万千的仙山 每山高处水面百余尺 山与山之间相距三百步 相互守望 而每座山中则变植了 珍贵的林木和奇异花草 形态各异的亭台楼阁 寺庙 刀灌则演应于绿树 翠竹 及其奇花异草丛中 更为奇特的是 从北面盲山的山腰处 蜿蜒飞来了一条大水龙 其名之曰 龙林渠 渠水清澈缠缘 滴银浅畅 因事是由高而低 起伏跌倒 绵延了数十里 而尤其是在 晨早的阳光照射下 取水金光闪耀 宛如一条 藤月起舞的金色巨龙 然而 那造型各异 别具一格的十六座公园 就参差散落在了 此湖光山色的水岸旁 如果说 宇文凯通过 营建皇家宫殿园林 培养和造就了 一批批能工巧匠 及施工设计人才的话 那么 在大监阳塑的手下 亦有一大批的监工 他们个个是凶神恶煞 动不动地就大打出手 迫使民意在极其恶劣的 环境之中进行施工 致使数百万的劳力 半数 倒闭在了 正在施工的工地之上 这监工们的手段 虽然残暴 却是有效地保证了 工程的顺利进行 话分两头 就在杨素等三人去洛阳 营造洛阳新城的四日之后 皇上又迫不及待地 再下一招 发河南 淮北 淮南 丁一百余万 开造通济渠和寒沟 此举意在打通 从洛阳直达江都的水道 此诏一出 就受到包括尚书 幼仆也苏微在内的 诸臣利剑 杨素离开了京师 苏微就成了朝廷的内当家 为了防突厥铁骑南侵洛阳 几个月前 征钉数十万 挖豪欠 此工程刚结束 便要集中百万民意 营造洛阳新城 然而 仅过了四日 还要蒸发数以百万计的南丁 修建一条连接洛阳到江都的 两千里的长渠 这都是世间罕见的大工程 却是一个接着一个 上得迅猛 并都集中于中原一带 这叫百姓们怎么承受呢 来年的收成 由哪里来呢 但是皇上对苏微等的强烈反对 却是置若罔闻 他完全沉浸在 要干一番伪业 做一个超越 秦皇汉武的帝王的境界之中 至于说 这一系列的举措 会使庶民负担异常的沉重 那就只好让其忍受忍受了 这条在皇上心中 酝酿已久 自北而南的通缉渠 启渠正在兴建中的洛阳西北郊的西院 引谷落二河之水 由掩尸致拱帆的落口入黄河 接着 经版主引黄河之水经行阳开封之间 与汴水河流 直至起线以西 与汴水分流 折向东南 再须已入淮河 与此同时 另要在淮南 征发民意十万 把已有的寒沟 加深 加宽 既有须雨 穿过众多的湖泊 抵达山羊的西南角 入长江 到达江都 这样 通缉渠与寒沟就连接在了一起 它发端于东京洛阳的西院 置于江都 把黄河淮河和长江三条水系 都连在了一起 全长共两千余里 此一设想如果能实现 无疑将成为华夏工程史上的 一大壮举 它仅仅在水运上所发挥的作用 极可以称作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 这一工程之 浩凡与争调人力物力之巨大 亦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 尤其是洛阳新城和西院的建设 也正在与此时进行的如火如荼 庶民百姓之重负 亦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 这一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 能在皇上要求的一年之内完工吗 至少 皇上本人是深信不疑的 因为 早在开皇四年 隋文帝为了使关外的粮食 能直接输入大兴城 就已经命宇文凯主持开凿了 从黄河口岸的铜关 直抵大兴城的 长于三百余里的广通渠 广通渠中的多数段落 是在坚硬的石壁上开凿出来的 那么 在多是平原的土地上 修建通济渠 又有什么难的呢 不过 要做的事情 还远未到此为止 正当有官臣下 还在为修建通济渠 蒸发民意 调配物资之际 三月 通济区刚一开工 信急的皇上 再下一诏 命皇门侍郎王红 和尚仪童 于世成等赴江南 采购木料 并于大江南北 蒸发丁义十数万 将所采的木材 运送至洛阳附近 建造龙舟 凤墓 黄龙等各类船只 五千艘 皇上 要呈龙舟 率文武百官 沿通济渠 南巡江都 而且 诏书规定 各类船只 必须赶在通济渠 竣工前 建造完毕 此诏一出 朝廷的反对声音四起 一贯讲求 量入为初的 幼扑页苏微 历臣 福库已然空虚 庶民不堪重负 造船的事 应该缓刑 但是皇上 厉抬忠义 并且放出了 狠话 谁反对 就 隔谁的值 有道是 新官上任 三把火 而大随的 这位新主 刚一登基 就不知道烧了 多少把 匪夷所思的火 而且 还仍然是 没完没了 当朝中官员 忙于应对 一项又一项的 赵令之际 皇上又做出了 一个惊人的举措 下诏 恢复被隋文帝 废止了的 科举考试制度 并且要求各地的官府 将占用的原学堂 无条件地退还 用意兴学 原有的学堂 被毁了的 要重建 还要求各地官府 为学堂 选配 称职的教师 同时 还责令 立部制定出 新的科考规则 以着把 地方人才 人寿年间 隋文帝发现 朝廷官员子弟 竟然还考不过 江南贫寒 人家的学子 弄得朝廷内的 官员子弟 做不成官 反而使江南人 充斥官衙 他一念之下 竟下令 把已经实行了 十余年的 科考制度 和周县的学堂 全部废除 隋文帝呢 有一个根深蒂固的 想法 那即是 关中是自己 建立大隋的 发祥地 是设计 不可动摇的根基 关东和江南 则都是使用 武力夺取和收复的 而尤其是 他对两件事 始终是耿耿于怀 一是 玉尺炯 与齐鲁 发动的 声势浩大的叛乱 二是 灭臣之后 紧隔一年 江南叛乱 更是遍及全境 因此 文帝对那两块地方 时刻保持着 高度的警惕 所以 灭臣之后 江南州县 主要官员 全部都是 由关中派去的 为了安抚原 陈朝中的一些官员 文帝只允许 他们在北方做官 而且多数 只是让他们 担任了一些贤职 而对儿子 杨广在江南 岂用本地人 为官一事 却是始终 充满了疑虑 对此啊 新任的皇上 想法就是不一样了 他一直认为 国家既然统一了 江南江北 合起来 就应该是一个 大家庭 你越不信任他们 他们对你就 越是生分 那么大个国家 岂能长辞 只让官中人 做官呢 并且让这些官员 像防贼一样 撕盯着 官外人的 言行举止 所以啊 自开皇十年 晋王杨广 担任扬州总管以来 他就着手 启用了江南人 他先是将 大量的江南著名人士 招募到了 扬州总管府内 充任学士 组织他们 编撰图书典籍 进而呢 将部分人 陆续外放到 江南各州县 做官 这样啊 不仅安定了 当地的社会 还促进了 经济发展 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当下 皇上为什么要急于 迎见东都洛阳呢 也许还是觉得 要治理这么一个 幅员辽阔的大国 就必须跳出 关中狭小之异渝 以开创新天地 从而打开新局面 朝廷从关中 转移到了中州大地 那么 朝中的官员成分 已必须做出 相应的调整 所以啊 从大业元年开始 皇上即在朝中 启用了一批 他所熟悉的 原臣朝 和晋王府内的 江南籍文武官员 就如 于世姬 柳顾炎 周罗侯 来霍尔等 但是 这些还是源源不够的 于是 他就想到 要通过 恢复科举考试 不分贵贱出身 不分地域 只凭德 财 从四海之内 广泛的吸纳人才 用以打破 原关中官僚 狭义的 小圈子 过去说 隋文帝 事无巨细 每个事都必须 过问到底 那么 这位 紫城副业的皇上 与父皇相比 则是 有过之 而勿不及 他亲自布置的事 臣下都要 不折不扣地 按照他的想法去做 做得如何 皇上都要一一过问 所以啊 杨广登基之后 比先帝还要劳累 而且更加性急 不过 当今的皇上 与父皇 有一点不同的是 文帝出登地位 年福力强 对自己的要求 也是极其的科研的 在日常生活上 先帝崇尚简朴 而且在独孤皇后的监督下 他也不尽其他女色 而这位呢 更加年富力强的皇上 则不然 他就喜欢排场 喜欢美食 更喜欢美人 只不过 父皇母后 在世的时候 为了博取 父辈的信任 他是处处 谨小胜微 故作 言于 律己之态而已 而当自己 一旦登上了皇位 诸多的不良喜性 毕露无遗 但是 尽管如此啊 这位新帝 还是有一个特点 那即使 他玩物 但是并不丧志 对身外事 身外物 拿得起 也放得下 这不 当皇上 把几件国家大事 安排落定 稍微感到 轻松舒畅的时候 舒的 一位风姿绰约的美人 便停停鸟鸟地 钻入到了 他的心窝里 并浮现在了 他的眼面前 这位韵味无穷的女子 即是久违了的 宣华夫人 皇上从第一次 见到这位树木开始 就不仅为他的美貌 亦是为他的言行和举止 深深地打动 而那时候 自己仅仅是一个 诸侯王而已 父皇在他面前 则俨然如一座大山 他哪里敢有 丝毫的非分之相安 上次 皇上与夫人匆匆一别 是在热火朝天 为父皇发丧的路途之中 宣华荣华两位夫人 经受不住一路的高温折磨 皇上便打发他们俩 中途直接回京失去了 掐指一算 迄今 已是半年有余 在这半年期间 皇上经历了国丧 登基一时 又遭遇了杨亮谋反 等等惊天动地的大事 白人里呢 他有操不完的心 做不完的事 真个是蹊跷生烟 晕头转向 可是到了夜间 精力充沛的皇上 仍不忘忙里偷闲 与妃嫔们 轮流地交欢作乐 而对床子之事 生性挑剔的皇上 却是越来越感到 逆反 乏味 直到昨夜 他临醒了荣华夫人 才在他的卧榻上 心满意足地 睡了个好觉 晨早起床 皇上才幡然悟出 难怪啊 父皇到了晚年 明知道自己有病 却仍然不管不顾的 连命都不要了 还是痴迷于 宣华和荣华 两位夫人 皇上想到此处 即把张衡召来 然后问 宣华夫人 今在何处 呃 呃 臣下也不知晓 张衡则更是把 这位先帝的夫人 彻底地给遗忘了 他说 呃 当初 夫人不想回后宫居住 是杨约大人 为他在大兴城内 安排的居所 哦 那宫去问问杨约 即来回话 这张衡啊 仅过了一会儿 就回来报说 诶 杨大人 从夫人安全作响 将宣华夫人的居所 安排在了皇城的不远处 而且有禁卫军守护 行 请去告知夫人 朕今晚 去他那里用膳 宣华夫人接报 既是期待 又是惶恐 他之所以要求搬出后宫 各种原委就是想借此 脱离与皇上间的 有爱人伦的不正当关系 皇上可以为所欲为不在乎 他一个辅导人家 则不能不恪守辅导 杨约给他挑选的这个居所呀 他原以为很不错 锦安皇城为墙不说 一条小巷进来 独门独院 既安全又安静 而且还享有皇家禁卫军的保护 宣华夫人入住之后 在屋内设置了佛堂 不与外人接触 准备与此安度余生 可是日子长了 事情一桩桩渐渐 接连不断 夫人偶尔要去城外的寺庙进乡 附近的邻居呢 皆是官宦之家 一听先帝的宠妃出来了 都挤在巷子之中 争相一睹皇妃的风采 可是一次两次之后 这夫人哪 就再也不敢出门了 不仅如此 就连夫人身边的宫女出门 都有贤皮赖脸的男子上前搭讪 更有甚者 就连继位军的官长 也是隔三差五以巡查为由 敲门进来 问一些不堪入耳的话 另外 夫人的供给 原说一切照旧 仍由宫内按原规定拨付 然而 人走茶凉 夫人这边 暗月派去的宦官进宫 领取供给的时候 竟常遭宫内主室官员白眼 甚至是客口 如此种种委屈 夫人当然想趁皇上光临 一吐为快 但是 令他忧心忡忡的是 皇上乃是性情中人 今晚他如果要住在这屋子里 那将如何是好呢 长颜道 隔墙有耳 这见不得人的乱伦 一下子不就天下皆知了 那自己还能与此安身立命吗 真可是 说曹操 曹操道 天还亮得很呢 距黄昏时分 至少还有两个时辰 往日十分安静的小巷里 就闹哄哄的沸腾起来了 不一会儿就有人 借连不断地跑进房来报说 娘娘 皇上的法驾过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到三家来的 response 直到分 不多 前面 解 咱们 叶负 上 感叙 柬 仇